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金銀皮俊亨 逢星期金市分析是最短的時間 最重要的內容為大家帶來短線 現貨金 買賣策略和後市分析 喜歡又幫到你 記得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一定會有好市降臨 唉 真可憐 上星期金價真是慘租重創 星期一最高見1734美金每盎司之後 就開始受了下跌 星期二還要跌穿1700美金每盎司 星期四 市嫌跌得不夠勁 再跌穿過去兩年多以來的關鍵支撐區域 1670至1680 也是我今價下半年分析的影片說過 大型騎仔的底部1670美金每盎司 之後星期五一度最低跌到1654 建2020年4月以來最低 不過香港晚上的食飯時間 今價曾經抽到1680 最後收市也是站穩1670以上 似乎有假突破之嫌 預計今個星期初期 金在加息之前都會有大幅震蕩 加息之後肯定會出現單邊大市 不過未知走哪邊 想知道的話看下去吧 上星期金價繼續圍繞聯儲局 將要加息多少炒作 星期二公佈的8月通脹CPI數據 引發市場很大波動 8月CPI按年錄得增長8.3% 連續第二個月錄得下降 比7月的8.5%低了 但高於市場預測的8.1% 同時剔除了波動較大的能源 和食品價格之後的核心CPI 不跌還要反升 按年錄得增長6.3% 升幅是近半年最高的 即是說市場認為通脹跌得不夠多 不夠快 反映通脹要回落正常水平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之後美國總統拜登出來說一陣 廢話之中的廢話 他說通脹要降低 需要更多時間和決心 這是一個程度 這是一個程度 真的很廢 在數據公佈之後 市場預測聯儲局今個月 最少加息0.75% 另外有人認為有兩成機會左右 會加息一來 而美元連續站穩20年高位附近 金價就好像被人打了combo拳 之後就跌到近兩年半的新低1660附近 其實拜登你講不講 市場都是會炒你加息的 我也不知道你出來幹什麼 你不如回去繼續抽女子水吧 去到星期四公佈的8月零售 銷售數據似乎 都給了藉口聯儲局繼續大幅加息 8月零售銷售數據 按月錄得增長0.3% 證明家庭消費支出仍然良好 以及經濟還可以承受更多加息力度 以及零售有增長 證明通脹有機會繼續升 在市場炒作幾個星期之後 今個星期的議息終於來了 明天和後日 即星期二三 聯儲局會舉行議息會議 然後在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2點公佈議息結果 預計都是較大機會加息0575來的 不過我們真的不可以這麼大安置疑 有可能加息一來的 因為美國佬很喜歡做事 如果不是星期五晚上也沒有特別的情況下 金會突然跌至1654而已 但百元又不跌 所以我認為期貨金是被惡意沽空的 怎樣也好 這次加息一定會引起金的大幅震盪 大家一定要做好封建本來 另外在會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將會出席記者會 我無論如何都覺得他說的有用過Joe Biden 所以大家記得記得看看 最後我們用技術層面分析金價走勢 金價跌穿了70至680的支撐位之後 繼續下跌到1654 不過隨即反彈到1680附近 正常推斷我們可以認為這次是一個後抽 以及市場會繼續炒作加息這個數據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沽空 不過可以在1654反彈多陣才沽 預計1680左右可以開始沽 1690止洩 但無論你有什麼倉位都好 最好在星期四公佈加息前平倉 看看發生什麼事才再做過 如果加息0.75來我相信金會反彈一點 因為之前市場已經就這個消息 炒了一輪跌了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的賣預期買事實 如果加0.75來的話 這個消息沒什麼驚喜了 到時可以減少一點 哇 如果加息一來 嚇到眼睛了 唉 金真的慘了 預計今個星期初期公佈 公佈金會出現大邊視費市 加息之後肯定會出現大邊 公佈金